热爱歌唱的花莲原住民朋友要特别注意 花莲县政府主办的第一届 知梦原生代2024花莲县原住民族新生选秀 报名延期到10月4号 那么邀请所有热爱音乐具备歌唱才华的主人参加 而冠军除了是能够获得新台币10万元的奖金 更有机会登上花莲2024发里发里音乐节的舞台 成为下一个部落之星 花莲县政府原住民族表示 是知梦原生代2024花莲县原住民族新生选秀 欢迎所有设计在花莲或是身份证字号 又开头的原住民朋友们踊跃报名 出赛将在10月6号举行 由专业音乐评审选出15名杰出的参赛者 晋级10月19号的决赛舞台 决赛地点另请公告 这次选手人与观众近距离互动 感受到现场热情 此外花莲县政府特别透过表演活动美和机制 为本届冠军安排登上2024法里巴里音乐节的表演机会 该音乐节将在113年11月30号到12月1号 在玉璃镇马太林王华园区举办 这次优秀创作者展示自我的绝大舞台 让更多人看见云术民族的音乐魅力 欢迎设计众民行政处 博金科科长主持人表示 这是比赛报名开始便引起 乐团以及音乐创作者的热烈回响 为了发觉更多潜在的音乐人才 并且避免营救之憾 报名节日特别延长到10月4号下午5点为止 希望更多具备歌唱才华的主人们 能够参加这场音乐盛事 记得节奏我们一块收视频道